跟着Smart 轻松学投资 投资轻松赚 哈喽我是玉琴 我们今天邀请到 陈飞龙老师 算苦侦探陈飞龙 来帮我们 看看现在大盘叠成这样 到底是应该捡便宜的时候 还是要崩了呢 我们要赶快逃跑 我们是要逃跑 还是要捡便宜 我要再问一次 我觉得以今天来说 指数是真的非常让市场恐慌的大跌 好恐怖喔 对所有这一股 最多是跌多少啊 最多的话大概快500多点 哇五六百点 期货是600 期货600点 好然后呢 要跑还是要捡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电子股落在尾安 电子股 对或者是涨多的电子股 应该是会接近休息 对那反而是有一些电子股 它可能是基级比较低 或者是它有一些资历率去做保护的 那这种其实投资起来就比较安全啊 比较安心一点对不对 对那反而资金可能会往传产去做集中 其实今年的传产类股到现在来说才刚开始 对那甚至有一些传产类股目前 其实它今年到下半年的获利可能不错 还有一些殖利率去做保护 这个是可以多加留意的 我怕老师 我怕那个投资轻松赞的朋友喔 对陈飞龙老师喔 比较不了解 老师上上个礼拜有来帮我们直播一次 这是老师来的第二次 所以我要再帮老师介绍一下喔 老师介绍一下你个人 这个叫做为什么要那么开心的表情 这样子好 因为老师其实才30岁而已 非常的有活力喔 他擅长算股票 所以他在30岁的时候喔 就已经10年的财富翻了70倍 吓死了老师最著名的就是找到了 来自哪一档 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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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博文 都补嫁从140到200四 长波段一年多 对 对就达到了翻倍的成长股 所以让老师的财富翻得很快 那老师呢 非常擅长算股 他总共会有短线中线长线 不一样的投资心法 对 好 但是我们不管哪一种呢 老师都要带我们算算看 他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这样我们投资起来才安心 没错 那老师今天喔 要帮我们带来三档股票 那三档股票呢 就是在我们这种大盘震荡的时候 让你可以投资安心的股票 是的 那这个老师呢 是从第二季的季报里面 找到的一些股票 老师先来帮我们介绍第一档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档是在第二季财报里面的 应该说它是有忽然间转机出来的一个个股 哦转机股 那它是高价股吗 它很低价 很低价 以前很贵喔 我买得起吗 一定买得起 这个股价50块以下都应该都算便宜了 对 一张就是不到几万块就对了 等一下还有更便宜 还有更便宜的 好太好了 等一下要锁定一下我们频道 那我要先再插播一下 告诉大家老师 今天会介绍三档股票 其中有两档 是非常有翻倍几率的成长股 那我们要欢迎同学留言 如果直播觉得听不清楚 或者想要把资料 抠回来好好的研究 我们欢迎到老师的 算股侦探陈飞龙的粉丝页 你去留言 去那个私讯 老师你这边可以上粉丝页吗 借我们看一下 有网路吗 没办法呢 好那就是打开你的Facebook 对打算股侦探陈飞龙 输入算股侦探陈飞龙 然后你按发讯息私讯给他 你就可以得到老师 今天我们等等直播 要帮大家算的三档股票 请问一下我们的声音会不会太小呢 老师的声音会不会太小 OKOK 大家听得清楚吗 好那我们老师就要开始讲了 因为老师开始讲数字的时候 要张大你的耳朵好好听 来第一档 好第一档是3689的永德 好那永德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2017年到2020年的 一个营运表现里面 他们的毛利率其实都是非常的稳定 大概都在19 20%左右 但是在2020年的第二季 就是我们现在第二季财报公布的时候 对毛利率跳升到22.16 哇浮南间大幅的跳升 快要将近 你看28都快要一倍了 对 六七成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季的营收 也是创下 这里是近三年了 近三年来季的一个新高 新高 季的新高 那重点是什么 第二季财报是创下第23季 也就是他在2014年之后 股价是很烂的 因为是很不好的 他现在是已经开始回温了 所以意思他可能脱胎换股了 对那我们就要来查查 他怎么脱开换股的 好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第二季财报的一个 数值重点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第二季可以忽然间赚到1.72块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点营收创下了 近期的新高 再来毛利率也创新高 重点是什么 这间公司我们之前上次直播有讲到 费用要稳定 对 那这是近八季的一个毛利率表现 你可以看到他的每一季的费用 大概都维持在2亿左右 所以当我毛利率创新高 我营收成长了 我扣掉我的基本的营运费用 我的获利就出来了 那我获利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所得税率 是很低的 那很低的原因是在于他过去几年 其实他获利并不好 所以他有一些可以抵税的部分拿来抵掉 所以造就了他的一个第二季的EPS 在乌南间在这样一个互利之下往上冲 1.72 1.72 对1.72 哇前面才复复复 不然就零点 大概都零点3到零点5之间 所以这个已经是完全是一个 我们讲翻倍股的一个警讯 哇哦 真的是一个可能未来会成长的警讯 同学帮我们笔记一下这是哪一档呢 勇德3689 那再来在财报出来之后 新闻也开始跑出来了 那新闻说什么 勇德主要做的就是RJ45 那RJ45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大家在笔电 或者是你的路由器 资料中心里面交换器 说使用的你网路接线的那个接头 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用WiFi 所以你会说RJ45有什么了不起 但重点资料中心或者是基础建设 绝对不会用无线的东西 他们一定还是要用有线去做连接 来确表 确表资料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这个RJ45它主要目前的产品 是用在工业用商业用的 那他这里就有强调了 第三季 新闻有强调 第三季因为客户呢 他拉货趋缓 营收预计会叫第二季下滑 但不会下滑太多 这是正常的一个库存调整 那因为第一季亏损 所以他也预期的下半年的业绩 会比上半年来的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上面这一个表 第一季赔钱 第二季大赚钱 那第三季会稍微的整理一下 可是就算整理呢 他的EPS也是赚钱的 会在接近哪一个地方呢 会接近哪一个地方 一定比去年同期好 比去年同期好 那他YY就增加了 上半年加起来呢 大概也有1.3到1.4之间 因为第一季亏数吧 我们要扣一下 那Q3Q4一季如果都赚一块多 假设赚一块多 那可能就是4.5块 可是现在股价今天收盘 是在34、35附近 好哦 我们这里有个密码 老师这一页 刚刚那一页回去一下 創几季的新高 先回去借我看一下 我要偷问同学一个问题 老师今天的翻倍成长股 第一档勇德呢 是创了第几季来的新高答案 就在影片中哦 帮我们留言的人 老师才会把 有用功的同学 老师才会把PP送给大家 好请记得要留言 勇德创了第几季的新高 好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公司在6月24号 说了什么 他说这个RJ45的一个连接线性 过去主要用在资讯产品上面 但是这种产品 已经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产品 因为过往是家用在使用 以前都不觉得它会有什么好 对不对 对但因为现在5G的关系 所有的资料传输全部都要升级 从过往的1G升级到2.5G或5G跟10G的传输量 传输速度越快它的接头就不一样 然后需求又增加 需求就出来 所以他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 他讲说公司设定2.5G以上的网路连接线中期的营收占比希望可以达到20到30% 而且这样的一个产品 他说它的产品单价就是它每一颗卖出去的单价是过往1G的2.5倍以上 就卖一颗它赚2.5G 以前的2.5G 哇以前只赚1.5G 现在赚2.5G的意思对不对 例如这样 所以他说毛利率未来也会持续成长 所以公司已经给你暗示 也就是以后我做的产品会很赚钱 对它的产品因为需求的一个表现 所以像这种的一个公司的营运走向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 对 所以以上这档大家可以多多去研究 好了我们第一档是永德他第二季的获利创了新高 但是他其实是创了几二连续23季来的新高 这是我们的答案喔 连续创了23季来的新高 所以他很有机会成为我们下半年的翻倍股 大家好好笔记了 第二档老师帮我们带来的是 非常便宜的一字头股票 我更买得起了 我可以一次买十张的这一种 你刚刚讲研究抖了一下 为什么意思呢 这胶带的研究对不对 是的 好 34306 老师你打错字了吧 4306啊 周有三点水 没关系啊大家不会care 大家记得打4306 OK好注意一下4306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研究大概就是做树化的胶带 胶带股有什么好看的呢 胶带股没错没什么好看的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过往的一个毛利率 大概只有10到12% 还有低一点还有9% 对 可是第二季呢 哎呦 毛利率跳到17% 为什么呢 来关键在于什么 胶带是用什么做的呢 胶带用硕化产品硕化的最上游是什么呢 你考导我了 石油啊 石油你要讲到我以为你要问我那个 塑化产品啊 饼西饼西饼 我会晕头好石油没错 所以石油在今年是大跌崩盘的情况之下 公司那时候有讲了一句话 那时候我问他说 油价跌我们会不会有库存的 就是有些人会有先去买油吗 对 买完之后我有库存跌价的损失嘛 对 结果公司我 油价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用多少进多少的 那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爽到了吧 是爽到了 因为什么 越买越便宜 越买越便宜 再来胶带的单价就是这样子 固定的 固定的 你去文具店买胶带 哪会降价给你啊 就是都是一样价格啊 都是一样的 又不会第一季就第四季价格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毛率上升的关键之一 然后再来第二个关键是 它在去年的第四季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夜外是亏损的6亿多 它原先是有做一个上下游整合 就是年上游的石化厂它其实也去做 它去投资啊 对它去投资 它在2014年去投资 OK 可是一直都没有赚钱 可惜了 因为杀价竞争 尤其就是中国厂 所以它在去年 决然的把它关掉 哎呀 把那个坏的割掉了 割掉了 所以好的就这样出来了 直学了 对直学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季已经开始就有赚钱 可是第一季受到它 业外的一些股权的影响 导致第一季没有赚 但我们真正来看第二季的状况 就是已经赚了0.64 哦 老师这0.64哦 都是它本业吗 没有本业大概赚2亿多 2亿多 那业外有1.88亿 那这个1.88亿是第一季的回冲哦 哦 所以也不算真正的业外 因为它只是一二季的互换而已 对没错 好 那重点来第三第四季 重点来了 公司其实他有讲到 下半年交代的需求 因为包装的需求持续成长 这个我非常认同 我们家的那个PC Home MOMO的箱子越来越多 因为不能出门啊 一直买 那买了除了纸箱用多了 胶带也要用多 可是它不是只有做胶带哦 你那个保护膜啊 只要有跟塑胶相关的都是 我知道在里面塞满满的 让你把不要东西倒来倒去的那个 都有 也是沿州做的 全部都是 它是亚洲第一第二大的包裁厂 哇哦 了解 所以如果你网购买越多 你好好注意一下沿州这张股票 不价这么便宜 才一字头而已 公司有说从今年开始就会慢慢的 它的营运就会脱胎换股 所以它的本业的部分 有可能带来一个转机 因为它把那个坏的场 转坏的转投资 它把它停损掉了 对没错 所以留下来的是一个比较赚钱的部分 是的 那老师就算这样 油价下半年如果变了100了 它是不是就不好了 油价下半年定100 它也是拿多少用多少啊 所以它的毛利可能就是维持过往13-14 不过以今年来说 油价是不可能上100对吧 应该说它只要今年油价稳定的话 它还是维持这样的毛利 所以只要油价是稳定 那它如果第二季这样毛利17%稳定的话 那表示它的获利 就会维持大概是这个状态 今年大概是这个状态 那明年如果油价真的涨了 它可能就要过往13-14的这个水准 了解 好 那我这样子听起来还是不够兴奋的 它为什么会成为老师心目中翻倍股的 潜在名单呢 好除此之外 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从第二季财报里面的细项来看 来过往费用一季是多少 4亿多 现在只剩3亿多 它在费用上面也有去做下降 费用控管得以 所以这一家公司专注本业是很明显看到了 很明显看到了 OK好 好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两大特色 两大特色是什么呢 第一大特色 这间公司其实过往是传统产业 它非常的有钱 它把一些钱拿来投资一些很稳定的公司 这些公司每年都有鼓励的配发 就可以任劣 所以它已经也变成一个控股公司了 它持有台积电广达 还有很多机控啊 还有一些很有名的电子股啊 都是很不错的 像重点是什么 台积电 它有733张 所以老师如果它第二季 所以它第二季获利很不错 也跟持有台积电有点点关系吧 还没有关系 还没有 台积电是7月开始涨 哎呀 所以第三季 我们就可以来期待了 第三季可能会更好 甚至最近涨很多的广达也是很不错 它广达只有多少张 3000多张 哇哦 所以第三季我们又可以多一点期待 对没错 当然这是业外的 重点是第三季有些鼓励的 收入 对没错 所以它第三季到底 应该会报表啦 那除此之外还有 还有什么 又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 来 第三季它去年的 老师你标题又何改了 好没关系 这一点现在就讲延州 请看下面的新闻 好来 6月29号的新闻到7月1号 新闻公司讲了 从去年它说它要处分临坡厂 到今年它的股权完全交割 钱在6月30号已经收足款项 那这笔厂房的处分案 会在今年的第三季任劣 哇那我第三季除了本业 好之外 又有股力收入之外 股力收入 然后现在又有 股价上涨之外 又有处分案任劣 好多重哦 好多重 一重一重的利盾 那为什么才一字头的股价 所以它好便宜 很便宜 买了也安全 对因为它跌不到哪里去 对 好除此之外呢 还有 第四季还有 第四季还有 它又把林口的土地卖掉了 哦 这个土地它卖了获利的7.79亿 贡献EPS 1.46亿 哇又多1.46亿 但这个状况呢公司有讲 大概处分的期间会在第四季任 那如果第四季来不及任 会跑到明年任 8月处分的 那8月处分的你12月以前还无法任劣 会不会太拖了 因为它这块地原先的上面的建购物是旅馆 它要把旅馆全部打掉 哦 才可以认 可能还要一点时间 可是它说大概就是12月的部分 看看可不可以认 那不管今年任或明年任都是它的获利啊 而且今年我们抓起来就是2.5 明年可能就会超过 什么抓起来2.5是什么意思 EPS 2.5块 2.5到底有没有包含这个1.46呢老师 没有 哦 所以今年不包含1.46的话 就是林口的那个土地的话就2.5 那如果任的话就是快4块了耶 是的 快4块可是股价才一块 我跟你讲哦 如果今年它那个没有任 它任在明年哦 它明年上海要卖哦 明年上海如果顺利卖 老师帮我们算一算 看它EPS可能多少啊 明年上海卖掉好像是2块多 哦 那也就是如果它任在明年 那明年不算本业 对 你就4块了 你就4块 然后本业还1块 那就5块了 就5块了 那今年2.5 明年5块 现在股价才1块 1块 14块多啦 不到14吧 哦对 13块多 13块多 对13块多 这样难怪老师会认为它是翻倍股的潜在标记 那刚刚讲的这2.5哦 老师你能不能早点告诉我 好 好 刚刚讲这2.5还没有含这些哦 还没有含这些 就是鼓励啊 老师你还没有帮我们好好的算 我们有把鼓励加进去 这个部分 如果不算它的股价上涨的这种资本利得哦 光算股利的收入就是一大笔了耶 我们可以比如说台积电发多少钱 我们就700张乘以多少 大部分呢除了季配之外 季配第三季还是会有 都会有 所以也就是第三季是沿州鼓励收入的最大 统金要紧张 哎呀 然后又加上业外 又加上本业现在石油是一个低档 毛利率是高的 是的 那第三季获利很可观 很可观 所以股价呢 为什么在这一次财报公布后就直接开始往上走 真的 的原因应该就在这里了 可能市场已经有人知道了 是的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 什么 老师你这么多重还有 这家做交代之外 他也有投资房地产 哎呀 他是办个建设公司了 他旗下有望州建设 那望州建设呢 他在今年的领口又推了一个30亿的案子 那在新庄呢 也推了两个 一个望年会 一个叫沿州喜来登的案子 总部 全部这三案总效是60亿 不是勒万吗 勒万就是喜来登 喜来登 喜来登 他改叫喜来登的名字 好 那这60亿里面 预计交屋时间是在2021年 明年底到后年 20 明年底到后年 如果交到后年的话 那他的营收获利就任在后年 没有 如果到明年 每个建案交屋就任营收了 对 就是那个时候任营收 对对对 然后这不是在明年底吗 明年底开始2021年第十季开始交 哇那明年的EPS你被吓死人了 还有更多 所以我跟你说他有多重题材 哇 然后他处分案不止明年 他除了上海处分之外 他之前停掉那个石化厂后面也会做处分 就是那个割直学的那一个 还会做处分 还会做处分 然后他中国还有好几块 因为他现在慢慢的把相关的包材移到东南亚去 他不在中国做了 因为很多的 他就跟着电子业移你知道吗 因为你电子业生产聚落 都需要后面的 都要包装都要出货 对你出货一定要用到胶带直箱 对对对对 所以跟着这个电子业的脉络通 中国要移出到东南亚去 移到越南 了解 那这样子他的获利就好多重 对所以他他已经就讲从今年开始 我们就会慢慢改善 所以延州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延州一刚最刚开始 第一个利多就是本业的部分 对不对 是 老师刚刚有提到本业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第二部分是他手上有很多转投资 都是台积电啊 广达这些好股票 除了第三季股价上涨可以认列之外 他股利收入又可以认列 对 然后第三个是他还 处分 对他其实已经处分好了 他都已经公告了 也预计在第三季任 未来是年年都有处分 然后对 然后今年底或明年又可以再认 然后明年又会再处分 是 哦 ok 然后再接下来建案 建案的部分 哇很多从 那老师你要好好的帮我们算 如果下一次还有机会邀请来直播 你们帮我把各个建案 他现在卖的状态 我知道老师超会算的 各个建案卖多少 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认列 营收获利 这个老师可以帮我们好好的算 那最后总结一下 延州第二季的每股禁止是16.34 啊现在才13 对他16.34 比镜子还低哦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还没有加进去 加完年底大概是20块 那对不起还有第五籽 我可以压身家了 我可以压身家了 好 在压身家之前还要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这间公司配不配钱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他赔钱 谢老师提醒 去年他赔钱他还配0.3出来 所以老师才会说 这是有殖利率保护的公司 所以你看你现在买一字头 他今年可能赚2块5赚3块 或是真的赚4块 那他配个2块 你现在殖利率就很安全 我13的成本就变成11了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以前在扩展的时候 他都是配大概0.5块左右的 0.5到1块左右的现金 主要都是配股票 但他现在股本很大了 他不会再配股 不会再配股 对 所以以现金为例的状况之下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高值利率题材去做保护 好哦 我们老师刚刚讲的两档股票 大家有记得是哪两档吗 帮我们留个言 一档是永差 第二档是延差 然后第三档 现在我们要请老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第三档的部分就是完完全全是看你对这个案子有没有兴趣 然后认真的去了解他的一个价值 因为公司完全没有告诉你 他处分完后可以赚多少钱 哦又是处分的老师 是处分算股的专家 这间公司最近很红 很红 对 到底是哪一档呢 啊 就是卖 机壳厂的 卖泰州厂的可乘 是的 就是本来做苹果手机壳 还有MacBook的外壳 好 可乘 卖了股价跌 老师 没错 卖了股价跌 可是跌呢 是不是危机入市的价值 你就要去衡量 老师帮我们算算看吧 好 来 可乘卖这个泰州厂总共是14.27亿的美金 那如果你用台币29.5来算的话 大概就是420亿的一个处分的一个金额 那当我们知道这个处分金额 可是公司没有公告获利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对 这时候 怎么算 你就要打开公开咨询观测站 OK 里面有 子公司的净值跟影运状况 那怎么算 怎么算呢 这里是不是净值栏 对 净值栏就是指他每一个子公司目前的价值 哦 懂 所以2019年年底所揭露出来的可胜可利 这两个泰州厂 就是他卖的这两个 对 一个是价值88亿 一个是66亿 全部净值是155亿 OK 所以你刚那个420亿 你要先扣掉净值 减掉净值 就是净利 哦 然后再扣税 我知道 对 会回来扣税 对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样就很简单可以算 哇老师果然是算股 侦探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那这样EPS到底多少了 30多 哇 他算30 可以拿回来 可以拿30多 对 那这30多的前提之下 很多人就会犹豫说 可是他40%的营收不见了 对 大家都想说你卖了40% 拿回来EPS 30几%划算吗 好 那我们来看这40% 到底贡献多少的获利 结果一看 这边两个营收 加起来就是40% 360几亿的营收 40听起来很多 40%的营收 结果出来的美股的净利 税后净利是多少 1.69跟2.62 啊 这样加起来不到4块啊 4亿多而已 4亿多 4亿多 4亿多股本是几块 股本76亿 这样EPS才占多少 一点点一咪咪 那我换回来30几 EPS30几块 不是比较划算吗 我还可以去做 把资源做到 我可以赚钱的地方 对 听起来划算 没错 所以其实他卖这个厂 是对的 那我们来看 在前一年的 可胜可利 它的营收 其实也差不多 在四成左右 四成左右 可是获利呢 却是53亿 刚很多啊 对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他要卖 因为已经快要没有尽力了 我知道 对 这个如果一只母鸡 已经越来下颗10颗蛋 变成下一颗蛋的时候 我们好像应该是卖掉它 是的 所以这40% 我们宁可不要 说实在话 应该是这样讲 那除此之外 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财报 也有揭露 那第一季 泰州厂全部是 获利8.3亿 那净值是162亿 因为他的钱 会加进来 所以这才是真正 卖场的一个成本 这是卖场的成本 我们要拿最新的来看 那第二季 你会看到第一季才赚多少 8.3对不对 第二季营收比第一季好 那获利没有更好吗 获利券没有更好 只剩赚9.2亿 这是一整年 这是上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会变赔 所以他把可能要赔掉的割出去了 对 这样不是更好吗 感觉是止血了 所以其实新闻的解读有很多种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在股价 一时的状况下去买 可是你可以去了解说 他的价值在哪 这也是我们去了解公司的意义 因为大家可能只有看到说 可能卖掉了两个厂 是占了营收的40% 可是他们可能没有看到 他的获利可能占不到5% 就是一个获利一直下降的公司 的工厂他把它卖掉了 那换回来的钱有30多块的 EPS30多块 所以你看第二季的净值是187 再加30 每股净值其实是218块 那今天股价2190 跌到190了 190 那不就低于它的净值了 低于净值了 所以这边你其实要去思考是 危机路是在什么时间点 是最好的 那再加上 这间公司每年是稳定配息 所以你大概都可以拿到5%左右的一个 殖利率 如果现在的殖利率 老师5%你是怎么算的 10除以 如果是10的话 我们是预估202010吗 还是2021 202010 2020 因为还没配嘛 9月3号才配 那已经知道是10块了 那在隔年如果它今年处分很多的话 那它在隔年配的会不会更多呢 它应该会减值 减值 如果它减值就 它不需要用到这么多 这么大的减分 所以它可能明年是会配息加减值 所以为什么讲话变小声呢 配息加减值 所以对股东来说 通常有减值题材的常常会涨 老师 是的 为什么都这么厉害 因为减值题材下面的一个最大的前提是什么 我在重做财务的结构 大家会对它有所期待 对 接下来可能有一些获利的记忆 而且它那一天在记者会上面说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他有说这一句 对 他有一些新的并购案 可能之后又会出来 因为他有钱了 也点名他 未来要走自动化 要走5G 要走AI 所以他有钱了 他可以再做更有机会的投资 他手上 不是218 不是218 这个是净值 他手上现金 现金怎么样 加这个厂卖掉2000多亿 2000多亿喔 快叫干巴 快去认干爹 所以表示他有机会再重新的 因为他现在有钱了 对很多钱 他可以去布局一个未来 布局未来再回馈股东 所以这个时间点被杀到这个低于净值的状态 大家可以思考是不是危机入市的好时机 没错 好 老师今天帮我们带来了三档股票 那我要请同学记得要留言是哪几档 或者是我们有两个题目 答对任何一题都可以 你 第一题就是永差 创下了几季来的获利新高 然后第二题是老师今天讲了前面有两档翻倍的股票 永差跟延差 还有呢 第三档喔 老师讲是不是要让我们思考该危机入市的可乘 好 第二题目就是老师今天讲的是哪三档股票 只要你答对任何一题喔 你都可以去算股 侦探陈飞荣的粉丝页留言 然后就是那个发应该是发讯息私讯的概念 那老师呢 下面的连结留言吧 好 那你留言 因为你在那边留言的话 粉丝就会私讯你到送给你老师今天算股的这几个PPT 因为我怕老师讲得很快 同学想要自己做功课的话 有PowerPoint可能会比较好算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谢谢老师大来这三档股票 两档呢 可能是今年下半年的翻倍成长股 然后第三档呢 是这个时机是不是应该危机入市 老师算给你看 提供大家参考 好 记得 最好补充 现在行情如果真的是要震荡整理 要多找有殖利率低基期的公司来保护 低基期 对 未来有转机的 好的 找这些优先来看 好的 谢谢飞荣老师 我太急的 那我们下周见哦 下周你会来吗 不对不对 对我们还有这个 我怕大家太想念老师了 老师你介绍一下你的课 好那在我们在SMARK呢 有开一堂基础实战的一个课程就是从刚刚的案例经验来去教大家如何从一档股票发现它的一个价值如何从财报中去算出它应有的一些未来获利的一个可能性 那从这堂课我们主要讲的是教你如何用工具去找出公司的蛛丝码机如何从三大财务报表中去了解这间公司的价值以及估算未来的获利 那以及我们用实战的最近所发生的案例经验来告诉你未来还有哪些产业从财务报表中 以及从产业需求新闻中可以找到一些有迹可循的一些不不能说不决一些投资的机会 好谢谢飞龙老师如果觉得我们直播看的不过瘾你也想认真的学习自己怎么算股票的话 可以来参考我们下面有留言留言下面会有连结大家可以直接连结或者上SMART支付月刊的官网 都可以看到老师陈飞龙成长股算价数现在是唯一一场开课的机会 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那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邀请陈飞龙老师来直播咯 谢谢大家我是玉琴陈飞龙老师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